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同志一帆人 我是小刚 在北京的鼓楼东大街 有一间小小的咖啡屋 咖啡屋彩虹色的招牌 和谐地融入了这一喧闹的城市 令人一望之下 顿觉岁月美妙 同志美好 位于北京鼓楼东大街的206号的老唱片 咖啡屋 彩虹的招牌让人感觉很亲切 这家咖啡屋的名字叫老唱片 咖啡屋的主人 是一对风雨兼程的14年的同志伴侣 而他们之间最珍贵的礼物 也是一盘保存了14年之久 却从未打开过的老唱片 店主叫Simon 现年41岁 他的老伴今年50岁了 店主告诉我们 1997年 那时候CD还不是很多 都是用磁带 他当时买了一盘赵永华的专辑 其中有一首最浪漫的事 他们相约等到50周年的时候 再打开这盘磁带听这首歌 Simon现在最大的愿望 就是把咖啡屋办好 让他老婆退休 让他做一些他想做的事情 老唱片咖啡屋不大 但是非常温馨 北京的同志咖啡屋不多 所以喜欢咖啡的同志朋友们 不妨有空多去做做 你说想送我个浪漫的梦想 谢谢我带你找到天堂 哪怕有一辈子才能完成 只要我讲你就起初不忘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一楼上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 留到以后坐着摇曳 慢慢聊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